一般人聽到結核病都會好怕怕 大家的印象是結核病會酷酷少 會傳染 還可能會死翹翹 沒錯 結核病很可怕 但也不用那麼怕 為什麼呢 結核菌進入人體後 不會立即產生反應 大約95%的人 在接觸到結核菌時 因為身體免疫力夠強 結核菌會在身體裡呈現休眠的狀態 不會出現症狀 這時候就叫做潛伏結核感染 但是等到免疫力下降的時候 這些潛伏在身體內的細菌就會醒來 呵呵呵呵起準備大鬧一番 一旦出現咳嗽超過兩週 發燒 咳嗽有痰 沒有食慾 體重減輕 胸痛 等疑似結核病的症狀 應該趕快看醫生 結核病人只要乖乖按時吃藥 就能大大降低傳染力及完全治癒 所以 得到結核病無需害怕 千萬無堂塌喔 哪些人容易感染結核菌呢? 不管你是男是女 是20歲小鮮肉 還是70歲一尾活龍 只要和傳染性結核病患者打過交道 都有可能經過空氣 飛沫而被傳染 尤其是我們的國家幼苗 學齡前幼兒 接觸感染後的發病機率 是同年齡的240倍 再告訴你一個驚人的事實 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 都有潛伏結核感染的情形 什麼? 那不就很容易被傳染嗎? 不要怕 潛伏結核感染在還沒發病前 都不具傳染力 不會遺傳 也不是絕症 只是未來發病機率高 幸好 現在潛伏期就可以治療 所以 只要配合治療 經由醫師評估後 按時服藥 就能有效降低發病風險 結核菌喜歡玩躲貓貓 在潛伏結核感染時沒有症狀 要怎麼及早發現病治療呢? 有兩大法寶 使用高靈敏度的 病型干擾素釋放試驗戳血檢查 還有國際推薦的速克服處方 透過準確的檢查 及減少服藥次數的療程 有效避免潛伏結核感染者 發病成為結核病人 達到不傳染 早篩檢 全治療 除結核的終極目標